Bricky,你玩了這麼多年 我想問你有沒有試過… 應該說你有試過拿了多少次同花筋嗎 很多次… 很少… 打了這麼多年,我想… 十次都沒有 打了十多年 四條KING有沒有拿過? 四條有 我拿過一次同花筋 其實少了十次也很少 很少就打了十多年 一個星期就打了幾次,就打了十多年 對,很難拿同花筋 可能我偏黑,不知是嗎 開始了嗎?你又拿了多少次 我一隻牌就試過拿 自己手上兩隻,就好像暫時沒有試過 我出去不同國家打 我發現好像每一個民族都有些特性 他們跟他們的民族… 分享一下,這個很棒 這個很棒 例如我最熟悉日本人 因為我們跟他很多合作 日本人,大部分玩家都很內斂 很緊 支持他們 對,他們的文化是這樣的 例如打德國,全部都是很激烈的 超激烈的德國 韓國也是 戰鬥民族 對,真的,俄羅斯也是 你看我問的表現也是 北野部會有一篇文章也說 現在他說,他看不過眼日本選手 日本選手贏了金牌 他真的… 就這樣高個攻擊 現在那些了,亞國 贏了金牌也不可以這樣喊 日本民族不是這樣 他寫了一篇文章 例如打羽毛球 西班牙選手 他們是靠喊的 日本那兩個是靜到… 出來又不… 跟教練高個崗 跟觀眾高個崗 民族在運動員表現很不同 是的,我出去打這麼多比賽 看到不同國家的人 就發現不同文化的人 打一批 打一批的方法真的不一樣 我們唐人呢 其實有沒有中國選手 中國有 是否特別狠 狠呀 應該是 很博得 很肯跟你Gamble 對,很肯你 非常肯Gamble 德國人會主動去Buff你 我覺得 就不一定是中國人的博 中國人呢 你打下去,他多少都會叫你 很適合 英國人呢 英國就… 英國就普通一點 英國就… 就未出現性格 是的 那美國發展都不好 美國是否最瘋狂呢 應該很好修煉 是的 美國就… 美國就最diversal 即是甚麼玩家 美國最厲害 總之不讓你看到它是甚麼 就是最厲害 是,美國人很厲害 如果德國人跟香港人打 德國人會覺得香港人是甚麼呢 香港人? 對,香港人在國際水準 我覺得也算是很聰明 即是在撲克界 算是很聰明的那些 那他會覺得香港人是怎樣… 他會覺得香港人應該會覺得… 普遍來說會覺得難打 即是猜測 即是跟美國差不多 對 會覺得我們香港人… 很猜測 你不猜測,你贏得吧 對 沒錯 這些猜測是猜測 對 香港人比較聰明 香港人一定會很聰明 對,一定會很厲害 對,香港人 在國際… 你會覺得有些中國的賭勝 中一、中西文化 合璧的一群人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擴克文化在內地的中國 現在他們的發展是怎樣的 內地的發展非常豐盛 現在那些比賽… 之前提到拉斯維加斯 很多人,六、七千人 七、八千人一個比賽 現在中國已經是這樣的 一個省搞到五千人 對,我剛才拍攝完 留在上海 我看到他們播放的酒店裡 有二、三千人在比賽 然後我很低能地說 可以的嗎 可以的 對,中國現在可以的 所以我不知道究竟發生甚麼事 他們有時候會覺得是賭博 但其實為甚麼有比賽呢 他們怎樣做這些事 中國的法例,我不是很熟悉 不過在中國的比賽 譬如海南島、三亞那裡 那些是很厲害的 發展得很浮沫 整理會有四、五千人 三、四千人以上 北京、海南,四處都有 每個省都有 即是一件很大和高開的比賽 非常豐盛 你去過這些地方在中國的比賽嗎 有,我去過三亞 去過福州打這些比賽 那次去三亞是打甚麼 是BPT嗎 博雅,一個博雅 對… 一個博雅 做的大比賽在三亞打的 那怎樣才可以參加 中國…正常你去賭場參加這些比賽 就是給現金… 入場費 對,給現金入場費 那就參賽了 即是一個大河 對,中國的玩法就是 你不能給錢玩 否則是犯法的 它就是你網上要贏到的邀請客 贏到的邀請客才可以去打 贏是玩Poker的 對 但也防止了一些完全不懂得玩 因為那時候在澳門 我會看到… 我站在那邊看 有些內地的朋友 他根本不知道這是甚麼事 我當作玩鋪百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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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便會覺得… 甚麼事 他當作一個賭博 那些我就借絕了這些人會有空 所以他在網上先舉辦選拔賽 你在網上贏得了 邀請客 你就可以去三亞玩 這樣也對 那些玩幾天呢 那些也玩四、五、六天 嘩,有點硬 正常的… 如果大比賽四、五天就很正常 去旅程那些 每天都玩得很容易 很緊張 但是是日後打啤 打足十幾個小時 要人捏的 那你那些真的… 有些有… 中國有的 一定有的 為甚麼都只是在逃犯 反過來坐著 然後有個傘傘在後面捏 很棒 我們試玩一下Match Poker 對,我們就去你那裡試試 而且我真的當然要受訓練 是怎樣的 即不是學會 即是學會擺師學 對,歡迎 對,現在我只是上網去看一些人 但上網有時 除非看那些是那些 全手玩了三個小時 你就了解到整張桌子的人 那些現在經常看那些光明 沒錯,你看一波、半波都沒用 那些是一、兩波 要是玩得、召喚得很好看 刺激 要是掌尾到暈 即是掌尾兩個都是遊戲 那些學會不是很特別學到的 沒錯 你要看完整個三、四個小時怎樣打 你才知道他為甚麼這樣做 我看了那一波老師 我都覺得… 我們有看了那一波老師 厲害 但我又學到一些… 基本上 首先要學 The winning odds versus the pot odds 即是他會說很多 你應該怎樣 不在地位,應該怎樣 之類的東西 即是AI E.V 是的 那你讓Ricky說一下 例如我這個遊戲經常玩Tornyman 你參加Tornyman的比賽 由最多人的時候 到最後的心路歷程 應該怎樣做 即是頭頭上穩固點 怎樣做到最後 其實怎樣過這麼多關 運氣重要嗎 運氣重要的 因為如果多人的比賽 你只得技術或運氣 都很難贏到冠軍 因為有很多天 對,你始終有些 例如我吸手Queen對你Ace King 大家推出來的,一定要翻勝 這些位置一定要翻勝 因為你一多人,你一定會遇到三、四次 你才能去到Final Table 對,甚麼叫翻勝 即是50-50 即是你說Let's Gamble 即是你一定遇到這些情況 你很漂亮,你拿著Ace King 別人Pocket Queen 就會推出來,然後%是50-50 那你一定要翻勝 即是他們說,遊戲玩得好 和他玩得好嗎 是兩回事 玩得好,即是排球 對,你打得好 你應該會長線 但那一局你會否贏 都是隨便 所以一個專業Pocket Player 生涯是一個長遠的生涯 計算你這一年贏了多少 即是如果你贏了四分三 那就很厲害 在教練上是這樣說 例如我玩八個小時 我看每個月的水費單 電費單,我要賺多少 今天輸這麼多,明天贏這麼多 是一個Performance 他要整個月 當作一份工去打 沒錯,完全一份工 晚上就要做運動 吃東西又怎樣怎樣 吃東西和運動都很重要 吃什麼呢? 健康的食物 吃菜 雞胸 雞胸菜 真的你也是嗎? 我不是 但是認真的那些Player 他真的每天早上做起床 做運動 然後吃這些 他的頭腦會清晰 因為我有這個本事 你也有嗎? 他頭腦會清晰 他們一邊玩一邊 可以吃東西嗎? 可以 可以吃零食 有些人要吃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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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我覺得今天大眾想知道的事情 差不多都問了 起碼我們想知道的問題 是不是 既然想來 有沒有想跟大家說 一些東西忘記再說 很怕你離開後 哎呀 你又忘記說一些東西 難得你今天來 Match Poker 想找你教Poker 就是這個電話 也可以私人Message 我覺得打Poker 娛樂玩法也可以 你想很專業玩法也可以 最主要是看看 你自己想在Poker 拿到什麼 你想玩的 享受這個遊戲的 一般人 你上網看看 去YouTube看看 都會學到很多資訊 但是你真的想很認真 可能嘗試當一個職業 自己能否做到 那就 要找一些 怎麼說 找師傅 我覺得一定要找教練 就像你每一個運動 你都要有一個好的教練 帶著你 你才會進步得快些 那師傅是怎樣的 我真的沒有 我自己 自成一派 張三豐 我自己一直 實戰 我一直打 我一直打 我一直打很多 那時我在美國 剛剛學會Poker 每天打 十四五個小時 網上Poker 差不多打到不睡覺 那時找到食物呢 找到的 那時十多年前 網上的人 還很差 大部分人都不太會打 那你從第一天開始 也是很差 你怎麼會進步 你有沒有看書 直上網 有啊 有啊 看書 如果你真的想很認真玩 一定要看書 有沒有一本書 推介一下大家 不過現在不是看書 你上網也找到 如果你想基本功 你可以看一下 Doyle Brunson 那些書 Doyle Brunson 或者是 好像你說的 Master Class Daniel Negrano 那個網上的課程 都非常之好 因為Daniel Negrano 是比較舊一派的玩家 他的技術 會是 偏向基本功 多些 你現在新一派 很多那些 比較年輕的 二十歲 二十二歲的那些 很多打得很厲害 因為他們打網上 他們打網上 他們打網上的時候 你直播一個小時 打二十次 三十次 他網上打網上 三十次 他積聚經驗 比你很多 哦 所以現在的網上 那些人 全部的打法 很講GTO 因為他的 相片尺寸很大 他全部要打到 盡量打到電腦 GTO GTO 是什麼意思 Game Theory Optimal 即是 根據電腦的數目 你最好的打法 每一局 其實有一個最好的打法 但是 人當然很難做到 明白 所以 如果你想認真學 就找你 對 也可以 即是精改氣 煙死49% 對 所以你需要練習某些東西 再製作成功 對 Gathy呢 有甚麼可以跟香港女生說 好像你那樣 成為代表隊 你怎樣開始 介紹一下 可以讓女生一起參與這個運動 我覺得女生最重要 不要覺得自己會不夠男生打 女生也能發揮得很好 在跑路上 但最終還是要找一個男性的師傅 找教練會走得快一點 不需要輸一次才積一次經驗 你有教練 他就一直帶著你 會走得快很多 那女生可以找你當教練嗎 我還不可以 你不想去上司嗎 我還不去到那個級別 對… 你謙虛而已 不是 有多少個徒弟 現在嗎 真的徒弟 不要說教了一會不學 那些…三、四個 教了一會不學 那些有多少個 很多的 有些學了兩個月 然後又沒有興趣 兩個月都… 那你覺得要學多久才行嗎 一年二 很難說 就是要看你想要進步到甚麼程度 你覺得我和朋友玩夠的 可能要學幾個月 救濟我們兩個月 或者你想真的職業 破黑手這條路 看看你要甚麼 其實只有三、四個徒弟 那也還有位 對,還有位 還未到是… 我看你很激烈 我喜歡 我看你這條路 他有為過表演的娛樂性 很喜歡那個遊戲 可以說謊 大人 或者捉人來偷偷 就是這個部分 玩人性 對,我很喜歡這部份 因為現實生活 不開了 這個遊戲 我覺得很棒 有這樣的遊戲 不是只數字 雖然你剛才說GTO 是一定有的 但是當然你去到Live Live就不止只是GTO 這些就是AI和人的分別 那我就喜歡這部份 沒錯 沒錯 我嘗試做一個AI 我覺得 你做不到 你情緒太波動了 你… 你首先收斂一下 但去這個方向 絕對對 那我當然不說太話了 那我就不會回來 我們是否應該找一次 跟Ricky玩 根本就約定了 但就用Match的遊戲 Match可以 真的玩下去也可以 兩樣 真的玩下去 這兩次吧 我們就和Ricky和Kathy 一起去她那裡試試 是 好的 沒問題 但我們的機器… 怎麼玩都可以 又可以配合一下 他們的地方 對 行不行 好… 我們只帶電話來就可以 即是玩那個Match Match也不用帶 不用嗎 我那裡有了一部份 那就可以了 我們來試試 好 好,謝謝Ricky 謝謝… 謝謝… 希望我們兩邊 可以繼續推行這個工作 謝謝… 谢谢 谢谢 谢谢